仔細一看 參加全國樓梨競標賽的選手們 皎潔的身手 這球在網子上 怎麼動就是不會掉下來 來自全台各地約1500位的 樓梨球愛好者齊聚基隆 共同參與這一項全國性的盛會 我們有來自全省各地 有1500人 而且是很大一個盛會 樓梨球從10年前成立的 幾十人到現在是體育會最大一個 當上有1200多個會員 而且我們每年固定市長盃 還有展演 還有我們的理事長盃 會長盃 還有我們的全國競賽都在基隆 包括我們的全國舞藝展演 我們來自全國也有2000人參加 可以說是在基隆市最大的一個 運動的人口的樓梨球 希望在我們 謝市長大力推斷 讓我們人人運動 身體會健康 把樓梨球推斷到 各體各個設計器 把這個活動辦得有真有色 大家一體來運動 身體會健康 就是鼓勵大家走出來一起運動 90歲的阿嬤現身說法 展現健康的身心靈 阿嬤你幾歲 90 你參加樓梨球有沒有好開心 開心 那你賺到了什麼 健康 健康 對 就是賺到健康 好開心喔 這一次可以跟 來參加我們的樓梨球錦標賽 然後可以跟各地方的樓梨球 來做一個交流 我覺得我們樓梨球最大的好處 就是每個人身體都非常健康 所以我們都有90歲的阿嬤過來參加 最棒了 樓梨球不僅能促進身體健康 還提供了一個與各地愛好者交流的平台 議長童子偉親臨現場 對樓梨球運動的發展給予滿滿的支持與肯定 非常謝謝我們體育總會正經周理事長 把我們樓梨球的全國賽辦在基隆 那我們再臨近來 理事長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們樓梨球是越來越盛大 我們全是最大的一個運動團體 也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個健康團體 今天我們有來自桃園、新北等等的朋友 一起來到基隆齊聚在這裡 這是一個兩歲到九十二歲都可以參加的一個運動 我們在場也有一個九十幾歲的阿嬤 絕對看不出來她九十幾歲 代表樓梨球是一個非常健康 然後有意義的一項運動項目 我想我們代表基隆市議會 全力來支持樓梨球 讓我們長期跟樓梨球 也都有非常好的互動 也希望這樣的運動可以持續的推廣 深耕 讓我們每一個社區 每一個林里 都可以走出來活出健康活出自信 全力支持樓梨球運動的推廣 吸引更多人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共同推廣全民健康運動的發展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